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球队内部问题的直接展现 与贵州对击中南方提前降级相比 在前往12轮曾领先降级去十分的压态 于最后一轮降级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 该媒体证 本赛季中后段杜振宇突然被废 球队多次在不利局面中无人可化 不论是球迷还是媒体都在怀念杜振宇 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俱乐部和球队了 此前杜振宇短暂出走天津 虽有球队的技战术体系问题 更多的还是因为杜振宇的脾气和性格 小杜振宇直率 但很容易得罪人 无论是跟队友还是高层 亚太的96一代被长春球迷看作是自己的曼琳92版 但那一批球员的小帮攀中 杜振宇就并不是核心 本赛季 再次让杜振宇被退役的原因还是他的性格 在杜振宇回归后 俱乐部希望他提到的是传帮带作用 而不是以老大字句 但杜振宇在处理队友 教练之间关系的时候并没有提升 一些细节引起多方反感 加之因哈洛的存在和俱乐部期待尽快更新化代 杜振宇就从主力到替补到器用 与亚太整支球队在2007年夺冠后的轨迹如出一辙 在这里不得不说 亚太队的人情味差了一点 这很像黄马对戴塔西 劳尔的情景 此外 据传杜振宇曾质疑对内有些球员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甚至仗义直言 但被看作是影响对内团结的典型 讽刺的是 杜振宇被退后 对内的团结真的出现了问题